大家好,我是恩妮 我们每天都要跟别人交流,听别人说话 有些话呢,让我们开心,获得力量 但有些话呢,会蚕食我们的自尊心 成为我们心中的一道伤口 那我们该如何在与他人的谈话中 既不让自己受伤害,同时又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呢 今天就为大家介绍金友真作家的新书 谢谢你这样说 谢谢你这样说这个名字是来自于金友真作家 他参加了一个读书会 在读书会里每个小伙伴发完言以后呢 其他人都要对他说谢谢你这样说 作为发言人听到其他人对自己说这样的话呢 就会感觉自己说的话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 所以会更加受鼓舞 积极发言,希望读完这本书之后 大家也能够发自内心的说一句 谢谢你这样说 那今天我就来跟大家介绍这本 关于沟通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书 我为大家介绍书中的三个精华内容 一,不让自己受伤害 二,倾听对方说的话 三,词汇决定了行动 一,不让自己受伤害 有人说了伤害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呢? 有些人会使用这个拉黑的功能 因为这种方法最干脆 不和那些人来往防止自己再次受到伤害 但其实啊,即使是父母或最好的朋友 也难免会说一两句伤害我们的话 如果用拉黑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话 那恐怕我们周边就没有朋友了 那如何才能让自己不受伤害呢? 那这里介绍四种方法 一,知道哪些话会让你受伤 也会有帮助 可能一句话别人不太在意 但是我们听到的话呢 就会戳痛到我们的痛处 让我们觉得不舒服 变得敏感起来 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哪些话让我们产生敏感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可能并不是对方的问题 而是我们自己对这些话比较敏感而已 第二,不要过度解读 我们常常过度解读别人话中的意思 觉得别人说这句话是不是话中有话 是不是暗于自己的问题 所以不过度解读别人话中的意思 这样就不会让我们自找不开心 三呢,与对方分享感受 因为每个人他生长在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环境 可能说话的习惯 还有文化的这个背景都不同 别人可能觉得没有问题的一句话 可能你听起来就不舒服 那所以说你要把你自己当下的感受告诉对方 可能下一次就能避免这样的误会 那举个例子 在韩国的话 非常注重这个年龄差异 使用的语言的方法上是有区别 像我们中国人不太了解韩国的这个语言习惯 可能刚去的时候 无法就是正确使用尊敬语和非尊敬语 会给对方带来不舒服 但对方在知道我们是中国人 对韩国的语言不太了解的情况下 他可能就可以理解 第四呢 就是读书和学习 多看一些与情绪有关的书 学习如何管理情绪 当情绪来了 就是我们要面对它 接受它 而不要被情绪操纵 另外我们还要多读沟通方面的书 学习沟通的方法 提升自己沟通和表达的能力 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如果听别人说到了伤害自己的话 内心很痛苦 那么就把这些话当做垃圾 把它扔进垃圾桶 因为人生在世 谁都难免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 听到一些不顺心的话 如果不及时清理这些垃圾 这些垃圾就会越积越多 那我们内心就没有空间 再去容纳更多的幸福了 第二 倾听对方说的话 遇到别人来诉苦 我们该怎么办呢 是给出建议 还是表达感同身受 那我们先来听两个例子 有一对男女朋友 女朋友被老板骂了 心里很不舒服 她把经过告诉男朋友以后 希望得到男朋友的安慰 没想到男朋友却说 你老板说的对呀 你就是粗心大意 我已经忍了你很久了 结果不用说大家都知道了吧 一场风波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 女朋友需要的不是男朋友的判断 而是希望男朋友能够关注 他当下的情绪 当女朋友感到自己被理解以后 也许他会冷静下来 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在我们需要沟通这本书里面 作者也谈到了 他的朋友父亲去世以后呢 他就找这个作者去哭诉 那看着泪流满面的朋友呢 作者就说 我的父亲也去世了 我完全能够理解你的感受 他以为这是一句很亲切的话 但是他的朋友抬起头对他说 难道因为你也失去了父亲 我就没有权利伤心吗 当别人向我们诉苦的时候 我们总想给对方一个建议 让他们能够赶紧振作起来 但其实对方只是需要一个倾诉的对象 我们只需要坐在那里 安静地倾听对方说的话就可以了 如果想要做到共情 那么就可以说 真的非常可惜 我相信你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情等等 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感同身受 少一点建议 多一点倾听 这可能才是最好的安慰 第三 词汇决定了想法 看到哪类单词 大脑的特定部分会受到刺激 然后做出相应的准备 那韩国NBC电视台这个画的能力节目中做过一项试验 把20多岁的年轻人分成两组 一种年轻人给他们看 讲礼貌 年老 灰色 无聊 编织 等30个联想到年老的词汇 并让他们用这些词汇造句 另一组年轻人呢 给他们看运动 勤奋 胜利 顺势 等30个联想到年轻的单词 也让他们用这些单词造句 试验结束以后呢 通过观察这两组年轻人的步行速度 发现了词汇对人的大脑产生的影响 看过与老年相关的单词的年轻人呢 他们的步行速度呢 比正常情况下要慢了2.32秒 而看过与年轻相关单词的年轻人呢 他们的平均速度呢 比正常情况下快了2.46秒 这项实验表明 你经常看到的 听到的 和使用的单词 会对你的大脑产生相应的刺激 从而影响到你的行动 有些人呢 因为一句话而改变人生 有些人因为一句话而自暴自弃 所以语言对我们的影响 是不可忽视的 那如何才能接触到好的文章 和好的词汇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读书 经常读一些经典的书 经典的书里面有一些好的词汇 好的句子 它能够给予我们力量和动力 还可以通过听演讲 参加读书会 讨论会 听到优质的语言 只有积极主动 去使用这些好的词汇 才能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好 那我来总结一下 今天分享的三个内容 一不让自己受伤害 二倾听别人说的话 三 词汇 决定了行动 在生活和工作中 学会包容各种不同的人 和不同的声音 不仅可以让自己少受伤害 同时也是一种心态 成熟的表现 其次 使用积极正能量的语言 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美好 同时也让我们能够看到 这个世界的美好 我是恩妮 与你分享韩国的好书 在首尔与你说再见